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这次的辣味比拼却不是辣椒 那您能猜到是什么吗 为了庆祝大丰收 他们甚至还跳起了牛灯舞和猪灯舞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丰收纪里 大家是怎么忙碌的 鹏州地处成都平原西北部 有天府金盆 蜀中高于的美誉 是古蜀文化发源地之一 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非常适宜于蔬菜的生长 一年当中随时都可以吃到应季的蔬菜 人们为了庆祝丰收 每个乡镇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举行农耕赛 一大早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来参加春笋采摘的一共有20个乡镇 每五个队伍为一组 一共四组 每组都有各自的工具 谁先采购20根春笋谁就获胜 比赛不仅考验挖笋子的技艺 还要考验大家的体力和耐力 选手们要在开始之后跑向笋子的采摘地 虽然路途不是特别的远 但跑不快的选手就会落后 这就成为了比赛中第一次拉开分直的地方 对准这个根部 这个角度一定要在25度左右吧 对准它的根部的时候 适当用力就出来了 一下就下来了 对 角度太大了过后 它一般敲下去就敲在左边上了 所以敲不起来 就把笋子给弄坏了吧 对 因为伤这个母足 敲它还会伤它 对你把根伤了嘛 彭州土地肥沃 林木葱玉 非常适合竹笋的生长 每当丰收 人们就要赶着时间把它收割完 因为它长得很快 但究竟什么样的春笋 是可以挖的呢 就这种 这种我看有一点小啊 它主要嫩嘛 一般就是离地面三寸左右就可以采了 三寸啊 就是这么高哈 对 这一片比较密 所以我们要产一部分 对对对 因为这个笋子它长到一定的年限过后 我们还要留一部分新笋 替代这种比较老的竹子 这种竹笋叫做乌头雷竹 表皮没有毛 摸上去很光滑 剥掉皮直接可以生吃 不会有苦涩的感觉 采竹笋主要讲的是角度和力度 有经验的人会正好敲在竹边的接口部 猜好了还要从采摘地拿着春笋跑回去 这虽然不是件技术活 但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是有难度的 采回来的笋子要一个一个统计数量 最终确定谁是冠军 你们现在要做什么呀 做很传统的流鱼丝 传统的做法呀 对 很简单只需要基本的调味品 烟 围巾 鸡巾 料酒 那我们现在准备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对 先是只好给我把鱼丝流好 留好我们 把我们的配料一起炒 炒来我们调味 一切一切与这个菜 家家夫妇都会做 人们都说 想要吃到好的美味 一是要看原材料是否新鲜 二就要看厨师的手艺 现场除了当地的传统做法外 还有很多别的新做法 但最终哪些菜能获得认可 还是得听听大家怎么说 很好吃 很好吃 味道哇是很 真理念了 这个我的流口水了 你吃的是这个 为什么喜欢这个呀 因为我是市场人 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所以说我看到这道菜很舒服 所以说我来赏你 哦 你喜欢吃辣的 对对对 你喜欢辣椒的 对对对 那你喜欢吃哪个 我比较喜欢吃这道菜 这道菜呀 你是看中它哪里了 我看它寓意很漂亮 像一幅画 我舍不得吃 舍不得吃啊 您这是一路吃过来的吗 一路吃过来 最喜欢这道 最喜欢 因为它意形又好 味道也好 竹笋被它们当作是菜中真品 除了好吃以外 它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多种维生素 人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 比赛成绩也出来了 最终小鱼洞镇获得了第一名 我看您穿成这样 您是要干嘛呀今天 今天这是举行 弄给赛事的嘛 我们就来参加牛顿表演 就是我们赶牛舞 我们群座丰富的时候 我们就跳这个舞 因为这个牛它是勤劳的象征 它也要实际为我们农民耕种 我们丰富了为了感谢它 我们就扮成牛包扮上舞台 进行表演 我看你们好高兴 今天高兴 我们这个牛顿 在我们已经在业业祖祖之前 他们就在表演牛顿 他们表演牛顿就用个戳机 就扶着纸 然后弄点黑布 就来表演牛顿 现在随着社会进步 我们就把心想化了 把牛做得更强了 已经穿成了三代六十多年了 牛灯舞最初被称为牛儿灯 是他们在劳动之余 在天间地头用农具做道具 模仿耕牛的动作自娱自乐 后来演变为一种舞蹈 表现出农民对牛的崇敬 和对土地的眷恋 每当丰收 他们必定会来祝贺 跟牛灯舞在一起演奏的 还有猪灯舞 他们认为猪是福气的象征 会给大家带来好的运气 伴着锣鼓声 人们表达着对丰收的祝贺 这么强的镇势 这又是要举行哪项农耕赛事呢 彭州的龙峰镇 气候温和湿润 灌溉便利 很适合大蒜生长 但在收割大蒜之前 需要先把长好的蒜台打下来 蒜台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常吃的 一旦长老 就会失去它原先的脆劲 所以人们要在最适合的时节 收割回来 蒜台我们见多了 可是您知道 这蒜台是如何打下来的吗 大的就放着大斧头 二大的就放着这个 重大的就放着这个 最小的就放着这个 那最后那其不就是 每个枝头中间都夹着油 夹门 一往 这个小的就回到中间 大的就包到外面 这就叫做大姐带小的 这个是第一片 这个第二 这个是第二片 这是第三片对吧 我们再 要从这个地方 从中间 三片中间的地方 然后拉上来 拉下去 然后 轻轻 一弓 一弹 这个就算是可以的是吗 你看没有 怎么藏的 起点尾巴 大家都是打蒜台的高手 不仅速度快 打的时候 还要按照一袋袋 心口相传的方法和技巧 最后 这位大叔在20分钟内 打下了33斤6两蒜台 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本次割蒜台比赛的第一名 蒜台的吃法多种多样 为了长时间的保存 他们会把蒜台腌制起来 做成泡菜 这些泡蒜台和泡蒜头都是自家腌制的 由现场的观众组成评委团 依次品尝 觉得谁家的泡菜好吃 就将手中的乒乓球 投入到最喜欢的泡菜前的桶中 一球一票 最后 谁桶中的乒乓球最多 谁家的泡菜 酒获胜 评选出大家心中的最美泡菜 我家的泡菜是最好的 我家的泡菜是最好吃的 very good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投我的票 庞州人种蒜台 打蒜台 吃蒜台 他们不光把蒜台做成菜吃 还要生着吃 身为四川人的他们 都认为自己是最不怕辣 最能吃辣的高手 但蒜台的辣 他们能受得了吗 为了证明自己是全能 蒜台能手 每个人都卯足了劲 您看看 这辣的眼泪都已经出来了 最后他以二分十秒的速度 吃完了事先准备好的六十根蒜台 赢得了这次比赛 我是大蒜丸 我高一年黑 好 勤劳和朴实的彭州人 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 种植出了各种蔬菜 在丰收的同时 用农耕赛的形式 传承着属于他们独特的农耕文化 而对于甘肃省隆南市 康县的李永康 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一大早他就上山了 他忙碌的又是什么呢 这段时间比较忙 收购这是要赶时间的 要遇上暴雨的话 我们就收成就影响了 今年的妹子长得比较好 因为天气比较好 雨水少 所以今年的妹子非常成熟 你看我给你看一下 轻轻这么一搓 这个麦皮儿全部就下来了 这个妹铃比较金黄色的 非常好 非常饱满 要是天气不好 雨水多的话 它就有点发霉 这个颜色就变成黑颜色了 康县的种植业以小麦为主 东小麦的抗寒能力很强 幼苗可以过冬 每当春天来临 就会迅速生长 到了夏季则要丰收 按照当地的习俗 村子里只要有丰收的人家 大家都会过来帮忙 我们在打小麦 打妹子 坐在这个场上 就用这个廉价把它脱离 把它妹子脱离出来 这是一种就叫廉价的一种劳动工具 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工具 传承的很久了 一个古老的生产工具 廉价可以用来打穀物 豆子 芝麻等等 打的时候很有技巧 但具体怎么打 还是得听听他们怎么说 这儿有个轴嘛你看 用力要让它自己要转起来 在空中要稍有个停留 你看它这儿 看好 停留一下打下去 然后下去的时候 它要跟地面要平 要平 这样才开始 你看 打一下 停留打一下 对 把小麦这样打下来后 就结束了吗 按照康县的传统 他们还要进行第二次的分离 风箱用了很多年 这边摇动着 另一边金黄色的小麦 就彻底分离出来了 为了让这小麦更加容易存放 还要进行最后的晾晒 他们说 小麦是很辛苦的 但看着粮食丰收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聪明的康县人 把麦子收好后 连剩下的麦杆也不浪费 有的用来喂养牲畜 有的可以当作柴火烧火做饭 还有一些人会把它编成各种好玩的玩具 或者是平时生活中用的工具 帽子篮子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聚在一起 给忙碌的生活增添了少许的情趣 看一下 搬得早了 好玩吗 妹子收完以后 把新妹面拿到墨房里墨了以后 为了定快赏到新妹的味道 就用这个圈圈最简便的方式 不但自己尝 而且要就是拿到自己的亲体家里 比如说这个姑娘家 要拿到她的娘家里 让父母尝一尝 这个今年的收成 你看这些 这上面放了好多工具 都是我们做圈圈用的 就你看这个梳子 这个胚子的胚壳 还有这个顶针 树叶 还用这些简单的工具 这个圈圈上把它压出来 这个圈圈看起来 精美观又好吃 康县人把这种大饼叫做圈圈膜 上面的图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 每个都是大家即兴创作出来的 做好后就可以直接放到锅里烧 七分熟后 再放到用麦杆烧过的草木灰里 为的是让圈圈膜的表面焦黄酥脆 有一种草木灰的清香 按照传统 丰收后 人们就要用各种方式方法品尝新麦面了 而挂挂面就是其中最传统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逐渐把面变细的过程 想要做好挂面是很不容易的 从和面到下竿 足足要经历11个步骤才可以完成 由于是夏季 面粉发酵得很快 一般只有自家人会先做一小部分尝尝鲜 很少会拿去卖 这就是它的那个面草 这也是黄土 这边都是那个小麦的这个 麦杆 麦杆 麦草 您怎么看呀 现在就是 已经就是从上晚 现在有半个多小时 这个面的话 就是可以说是能活动一件了 直接这么顶着墙 一拉你看它面的 你看现在都有 要给它拉的多长啊 现在就是拉的拉不动 就又放到草里面 再让它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啊 自己的发酵以后 面送起来 最后又可以这样拉 拉的时候 要用力向外慢慢伸张 反复两到三次 每一次的拉伸和发酵 都是为了让挂面更有韧性 吃起来筋道 挂面挂面就要把它挂起来 现在就拉着火 给它面增加火力 让它面就数得快点 就是那样 球子里的 你看现在就快 自然下去以后 手的话均匀使劲 情况下来的话 最要是拉的时候要 用平衡 不要用梦境 这就叫开棉 怎么分呀 我分你看一下 就给它放进去 对 看它去叫 现在全部就开了 你看它现在就都成了单圈了 现在是一条一条 它还长了一点点 经过第二次拉长后 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晾晒了 这根根细小的挂面里 不仅蕴含着 丰收的喜悦 还传承着 康县人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记忆 看完了小麦丰收 我们再到浙江省里水市 云河县 乌西乡的平阳岗村 看一看 生活在这里的奢族同胞 丰收的又是什么呢 村子之所以叫做平阳岗 是因为村子的地势很平坦 而且有宽阔的田阳 每年到了秋季 稻米丰收 人们就会举行长心米盛会 刚刚我外公说了呀 我们割这个稻谷的时候 不可以这样 把这个稻谷往我们人的这边压的话 我们很容易把嘴巴碰到它 碰到的话就是不尊重了 所以我们要往人的另外一边压它 然后再给它割下来 这个稻谷可不是随便割的呢 你看要这样割得越矮越好 因为割得越矮了的话 它这个就容易烂 烂了之后呢 到时候我们还要离地的 离地就离得好离一点了 因为我们到时候还要再种上别的东西 这些水稻是头一年 农历五月种下去的 为了保持新米的纯净 在稻谷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他们就要用栅栏进行栏护 目的是确保稻碎不粘地 除此之外 他们还认为 镰刀与镰刀之间 不可以发出碰撞的声音 如果违背 割稻谷的时候 不仅会伤了稻谷 还有可能会伤了人的手 我这边的 我手是这边的 你要扛那边 扛这边 我扛这边 这边两个人不会对牢了 这样我一下 你打下去一下 这样子 对了 这样子 我再打一下 拿起来 打在里面 不然的话 这个稻谷会往外里面出来 抖一下就不会出来了 打稻子可是个利器活 所以一般都会由家里的男人来做 一小片稻子打完了 就拖着稻桶继续往前走 这是传统的收稻子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稻谷收回来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稻草上面 你看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这个筛子把这个稻草给塞掉 那我们应该怎么弄 就顺时针 来 对 就这样 就是滑 对 它们负责 然后我们要负责筛 这样前后出 我们两个好有力气 对 手挂不对 你怎么弄 就全部掉下去了 奢族同胞的长心米 有多亿人长心 多亿锣鼓的说法 意思就是 谁家来的客人多 就表示谁家的人气旺 第二年的水稻 也会长得更加饱满 到了长心米当天 家家户户都要用 新米做好的糕点举行仪式 早晨八点多钟 兰关海老人 就把自家准备好的新米 放在了桌子上 他说 这些祭品是有讲究的 它们称为是 三茶三酒五蔬菜 三生一肉新米饭 意思是 到了长心米这一天 要把好吃的全部拿出来庆祝丰收 感谢这一年的风调与顺 按照奢族的传统 仪式结束后 人们就要把稻米 分别做成红黄白灰四种颜色的食物 分别来品尝新收回来的稻谷 做这个油铜饼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油温要非常非常的高 开了是最好的 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把刚刚磨好的这个米粉啊 给它倒上去 它这个外面这一层焖熟了 然后里面这个还是糊的 差不多了 我们就得把这个米粉给它再倒掉 然后我们给它加上这个馅儿 我看有胡萝卜白萝卜还有香菜 可以根据你喜欢吃的一个口味放 然后我们把这个米粉再裹上一层 这一次要给它裹得严严实实的了 这就是第三层了 嗯对 裹好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放下去 这一次放的话 我们要给它整个给它浸下去了 因为我们要给它做成一个饼的样子 要让它全部都给煎到 油铜饼是当地人最爱吃的一种小吃 每当逢年过节 家家户户都会做 油鱼是用米做的 所以平阳缸里的涉足同胞 把它做为了长心米的黄色尝法 他们认为金灿灿的油铜饼 代表了稻谷的大丰收 这个就是去年的红区啊 留着今年做啊 哪一年都是今年做好的 就留给明年 明年做好就留给后年的 我们这次的做五十斤米 只要放一点点就可以了 每年稻谷丰收 涉足同胞都会做酒 他们会把这种酒叫做红酒 顾名思义 意思就是说这种酒是红色的 可是雪白新米是怎么变成红色的呢 这个是我们这次刚割回来的新米 我们已经帮它煮熟饭凉了 我们现在要做红区 因为做红酒呢 最重要就是做红区嘛 红酒红不红 就看这个红区做得好不好啦 这种发号的酵母啊 发酵好了就变成水了呢 直接拌进去就好红了 现在这个大米已经 十斤的大米 然后放一斤的红区 这样做出来的红酒是刚刚好的 做红区的过程比较繁琐 要经过反复的发酵 为了让红色渗透到米里 还要让米进水 一般反复三四次后 颜色就会变得很红 一打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好香哦 对啊喝一杯 这个酒啊就是要越沉越好 所以呢我们现在喝的是 我们去年做的红酒 那我们今天刚刚做的那些啊 要放一段时间味道才会更好 按照奢族同胞的习俗 长新米当天的席面菜数 必须要是单数 可大家都就做了之后 怎么没有人开始动筷子呢 而另一边的兰关海和玲玲 为什么又要出门呢 这些用新米煮出来的米汤 又是给谁准备的呢 牛一年到头很辛苦 他那辣田是农家之宝 所以呢牛吃了能才能吃啊 因为我们这个常年以水稻为主的嘛 那水稻种出来的米又做成汤 然后就把这个米跟汤呢 一起给这个牛吃 感谢他一年四季 为我们辛苦的劳作 而且我们还给牛上面带了大红花 那我们过节 他也要过节呀 喜庆一点嘛 社族同胞认为 长新米这一天 牛一定要比人先吃 意思是感谢牛在这一年 付出的辛勤劳动 今天是长新米 我们大家一起来长新米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吃一下 吃一下好吧 这种吃饭的规矩 是社族同胞一代代传下来的 教导着他们的子孙后代 按照规矩 长新后 主人家要挑选几根 比较大的柴火 放到自家的火堂里 意思是希望火堂里的火 可以越烧越旺 而地里的庄稼 也可以像这火苗一样 能够结出金灿灿的粮食 这种长新米的方式 都是他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其中隐藏着 奢族同胞的智慧结晶 在他们看来 丰收的不仅仅是粮食 还有这里的奢族文化 浙江奢族同胞的长新米 甘肃康县的新卖面 四川彭州的农耕赛 这不一样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不一样的资源 但不管丰收的是什么 这都是他们一年当中 最开心最忙碌的时候 他们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来获取果实的丰收 和内心的满足感 当然这也造就了当地独特的文化美丽 在最后我们也祝愿大家 能够年年丰收 历历饱满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一碗命名为猫仔粥的美食 原材料究竟是什么 幸运的话可以买到所有的材料 他的青梅酒全村无人能比 秘诀究竟是什么 就是这个比例做出来的梅子酒 是最好喝的 老人过寿 后辈们上山抓礼物 抓的是什么 下期乡土 走进进水村 看这里土楼客家人的生活